今天分享一道好吃的野生黄花鱼的做法 新鲜营养不油腻不散架孩子们都爱吃 超市12块钱买一箱野生黄花鱼 去除鱼里内脏清洗干净 待清理干净后 放入盐 酱酒 酱油13香等腌制几分钟 加入生粉和面粉包裹鱼身 那个小鱼 小黄鱼 然后把它腌好之后呢 蘸上生粉加面粉 生粉加面粉裹一下 生粉就是这种 这个生粉已经用完 中国超市买的 这个已经用完了 起锅烧油油温烧至发泡 把整个小黄鱼放进油固 不要立即翻滚 在定型后再翻到另一面 这样打出来 都是整条不易碎 这边之前可以放 不要先放进去 这边可以放油温烧 来 这边可以放油温烧 来 这边可以放油温烧 搭着成色的吗 去完我去给它 你来搭吧 这边可以放油温烧 这边可以放油温烧 也没错 这边可以放油温烧 可以放油温烧 就好了 我再都换油温烧 就好了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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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关于小黄鱼去刺鱼制作方法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这种野生小黄鱼的朋友们 赶快行动起来吧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记得留言点赞并分享哦 谢谢大家拜拜